好 我们要带您来这个尝鲜了 你知道这个Tesla电动车 风靡全世界 想买不一定是有钱买得到 你要去排队哦 管你是天皇老子 一样排队的 但您知道吗 前台湾有三辆Tesla 其中一辆是严凯代董事长的 严凯代董事长说 他很想知道 这Tesla电动车长什么样 所以他自己想尽办法 弄了一台来 然后把它拆开来 所以严凯代的Tesla 是全部被肢解分尸的 只剩下另外两辆Tesla 好 那么这两辆Tesla 是贸易商 也是千辛万苦 进口到台湾 好 这个Tesla电动车 要卖多少钱 要卖460万到580万 这两辆在台湾的Tesla电动车 到底开起来的感觉怎么样 相信大家都很好奇哦 我们的记者丁世芬 就独家为您找到了 其中一辆 而且他还亲自试驾 试驾之后的感觉到底如何 带您看我们的报道 如果你的车呢 现在还需要靠加油站来发动的话 哇 那真的是炫掉了 因为现在全台湾已经出现了 像这样一台靠电池发动的全电动车 而全台湾只有三台 其中一台就在这里 现在第二车最酷的是怎么样的特色呢 就是当我人靠近的时候呢 他的这个把手就能来自动感应 感应心的手把 车子上路就会自动收起 减少风的阻力提高效能 全排车身楼线车型 再配上霸气LED车灯 电池就藏在车轮旁 没了引擎 前车盖掀起来是植物箱 后车厢空间更大 一台特斯拉实测可以装得下 八个女生跑起来完全不输跑车性能 这台电动车呢 跟一般车的最大差别就是说 其实你看我现在只要轻踩油门 它整个速度就可以没有完全没有这个起步呢 完全没有这个直直感 就能马上出去了 因为它没有引擎 也没有这个变速箱 因此呢 它的扭力马上可以衔接上来 而且呢 我现在只要把这个 呃 油门轻轻的放开 它就能开始慢慢在刹车 因为呢 这样的感觉呢 就是说它完全是用单踏板就能控制 就是电动车的最大特性 号称单踏板驾驶 0-100公里加速只要5.6秒 提便感十足 内装控制台 用的是比iPad大一点的全触控面板 它如果右闪灯就是这样 对 它开小灯给大灯 就在这边开启 这目前已经小灯 它开启大灯的时候就从这边 好 这里会显示 它的雾灯跟大灯都全部亮起来 从影响 冷静 开天窗 到打方向灯 全都一个面板就能搞定 目前全台湾有特斯拉的 就是玉龙集团董事长 颜凯泰用来研发 贸易商手上这两台要卖 开价460万起跳 台湾汽车市场正式迈入革命时代 三熊欢迎电视分 台中报